大家好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11月21号礼拜四 好我们看一下台股今天开地以后 都在平盘以下做震荡 那中场是跌72点 量是1198亿 就是微幅做一个说的扩增 好OK 那今天涨 来我们 我之前一直跟各位讲 苹果的股价的空底区 这我在两个礼拜以前就已经讲了 我几乎是天天讲 然后在工商时报的投稿栏上面 我连续讲了大概两个礼拜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267到289 是空底区 267是初步空底 289是强烈空底 也就是说进入这个区间 你就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了解吗 这我事先在节目上 我用手机 用计算机算给各位看 对不对 那我跟各位讲 在 道琼的部分 道琼跟Nexter在周线的部分 它是扣高转折 也就是正乖离过大 你要小心注意 然后在加权的部分 我之前都讲过了 我现在用口述就好 加权的部分 这个都留在这边 用周线波段 周线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11662 11683 那这最高到11668 那这里 我会算照这两个双技术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技术分析 所以来到这边 你就不要去做追加的一个动作 那我在10月底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空军成型 我开始在空 部分的瓶盖股 高价股 细晶元 还有手机零主件的股 我都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那昨天跌25点 但是看起来像跌250点 为什么 因为瓶盖股 高价股全跌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今天反弹上来 出现什么状况 你看到的是可能很多的 比如讲 来 文茂 今天弹升上来 对不对 弹升上来 讲的难听一点 连昨天的二分之一都没过 今天弹升上来 量是缩的 这是弹假的 会不会看 那如果这个不会弹 没关系 我再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 你要看四档指标股 一档是处理器 一档是代工 一档是镜头模组 一档是机壳 来 一档一档看 今天大盘 跌七几点 来 台积电 今天跌2.5元 大力光是镜头模组的 跌130 机壳厂的可乘 今天跌3块半 只有代工 代工红海是涨6毛 好 那我们再算比例 四档重要的苹果 概念股供应链 四档有三档涨 然后有很多涨上来的 就跟各位讲 昨天 昨天 昨天文贸跌多少钱 昨天文贸 来 从325 跌到收盘308 跌了16 7块 今天就小涨6块 然后连昨天K棒2分之1都没有过 那你认为转多了吗 没有啊 好 3 3 2 4 来 今天双红 今天双红 涨上来涨5块 对不对 昨天最低跌到190几 对不对 好 OK 那昨天一个所谓的铁钉KK 今天拉伸上来 但是请各位注意 拉伸上来 他并没有做一个所谓扩量动作 他没有做一个所谓扩量动作 那代表呢 这是弹假的 弹假的 好 同样的 来 康控 来 我跟各位讲 康控我在这附近 我先补一次 我已经讲了 我康控今天补在这里 我空单回补 我只有补一半 因为我做两笔 我补了一笔 来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在这里空 这里跟各位讲 康控196 那我之前技术线形 有跟各位讲过 196我会空 这里有空 我不补 今天我补了 我补一 我空两笔 我补一笔 补一笔 我都有事先讲 我补一笔 你们要后 我不是跌下去才讲 因为我会去算 为什么我再算在 这里应该要补 各位有看到这里吗 这里我先会补 我还有一笔 那空在高档的 你就不用怕 那跌下去 你看昨天下沙 有带量 我就知道今天在下沙下来 你要做短线上要做回补 为什么 因为投资朋友 昨天这一根 跳空下概是红K 昨天开高走地以后 这一根八千多张 我就知道今天一定有很多人砍 砍多单 我就补 我就补空单 补一半 这拉升上来 我还继续K他 那到哪里应该要K他 你知道吗 你应该不知道 3105 3105我之前怎么跟各位讲 各位投资朋友 看节目是在看这个 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 这里我再空一次 那我这里做回补 我之前 我每天讲 我不是事后讲 讲了以后 我懒得打mark 我在这里有补 是不是有补 上来我跟各位讲 318跟328要空 对不对 那这里呢 这个点是多少 328 这不是跟你讲328吗 300里面 那这个点 刚好是小孩坐车 嘟嘟好 嘟嘟好 好OK 那昨天下沙下来 我再看 一定有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昨天 我们要跌很多 昨天我们要跌很多 昨天我们要有利多 那开高走低 那很多人昨天 一开盘买 就已经 怎么讲 中腔了 今天一看开低就补了 就卖了 就卖了 为什么卖 同学 碰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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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卖股票 碰钱低 会有短线上技术反弹 那你在这里买这里买 然后呢 昨天利多的时候 买 开高走低 那今天看开低 你就砍多单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的 你没有学到四千预算的技术 你连tempo都不会抓 你一定是见掌追间谍砍 三做四不对 十做高停顺 对不对 这个上来 我会再空它 我这里空 这里空 这补对不对 上来 我部分清单会员在这里空 对不对 对不对 好OK 下来以后 我再等你上来 我再继续 开它 来 六四六二 今天拉伸快到涨停板 那我问各位 这样子跌下来 来 我偷偷告诉各位 这附近我告诉各位要空 对不对 我不是事后讲 郭先生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做不改姓 我这人听 说 站好正 人 应该说 做不改姓 你这人听 说不改姓 我就是属生跟我来说 但是一般投资本都不相信 这里应该最多是投资本要买的 这里都算出来了 你这样跌下去以后 跌下去以后 来到这边破线 对不对 好OK 那为什么在这里 我直接跟各位讲 为什么在这里会做止跌 315减100 我讲完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人听不懂 我教的技术分析 是没有在用计算机的 有来过 我三官家先修班 就听得懂了 我如果告诉你 315我就知道会跌100块 来到215 你觉得怎么样 那跌到215 我就可以知道 一定很多投资本会砍在地板 今天最低 216 这我用讲的 我还没用算的 来 算了给你看一次 算了算一次给你看 算完就直接切掉了 我说315我告诉你会跌到226 那我知道会来到216 226 然后跌到这边一定是破线 散户一定是看坏 然后今天开地以后很多人 在高档没有听我的话 在低档的 今天来到低档 砍了以后拉升上来 你这样做股票是对的吗 你告诉我 你这样是对的吗 这个 我哪有看 投资本在做股票 现在看风气 来 3406 这一包 它本来是11月20 23 11月20几 要 就是在下 今天 大概本来是11月20几号 要现金增资要完成 对不对 然后呢 它的一个流程移到12月 司马昭之心 人尽皆知 他那就是 条件在做股票 你做的就代表 他有问题 为什么 故意延后 故意延后 因为价差拉近了 怕没人 怕很多人跑 你知道吗 信心崩溃 因为355到现在 到今天最低392 只剩下三十几块的空间 他怕人家不缴款 了解吗 所以把他沿到后面去 所以把他沿到后面去的 这一包 对不对 所以就告诉你 这个上来 这叫做须多 上来我会K他 你弹上来我一定K你 我一定K你 来 国具 是不是跟各位讲330 我还要再讲一次吗 我早讲 早会讲 晚也讲 好了 废话 我也懒得跟各位讲 有时候你们就是不懂 环球金 6488 今天大盘碟 他涨4块 对不对 这个可不可以空他 当然可以 为什么 基本没有东西 我先不跟各位讲 我只告诉各位上来 来到这边很多人就看好 然后呢 注意哦 这个地方补了这个缺口 然后破这个线 对不对 破这个线 那他告诉你 这边的一个所谓跳水下沙 然后碰这个垫 他先会做一个所谓的止跌 那止跌完 你要继续小心 那继续 还要再下去 还要再下去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很多的股票 不是 应该这样讲 不是你看到跌 你就去砍 你就砍在地板 你做股票 就是直接抓高点跟低点 好OK 我早一讲 晚一讲 都没人给我信 随便你们 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 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 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 跌到这边 你看坏了 你看到他的现金增资的一个所谓的延后期 延后到12月 延后两三个礼拜就代表 他来到这边 他要做动作 对不对 3406今天是不是开地以后就开始走高 这一包嘛 那就告诉你 他弹身上还是要用手段 那用手段你就 他用比较龌龙的手段 你未来就是龌龙的手段对付他 了解吗 所以有很多的高价股 你要去小心 我在跟各位讲 我冒谈到哪里可以再控它 也是你 多单要跑的点 不会的请来找我 郁金光 谈到哪里 多刀应该要出 肩放空 4943 我今天在这里补 我两笔我补一笔 4943 谈到哪里应该要出 肩反空 2327的国具告诉你330 对不对 那今天是小跌 那谈身上也到哪里应该要出 2474 2474 今天269 我对他没什么兴趣 目前没什么兴趣 6488 钱多的欢迎买 就这么简单 还有我们有点到名的 很多啦 有很多的高价股 你小心啦 我只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 创高268 但是这两天都黑K 在高档的时候 苹果股价 苹果可是量缩的 要不要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不会看 同谁 同谁你会不会看 不会看 我教你看好不好 涨这么多量是缩的 代表作手 美国的作手不太喜欢买它 而且我跟各位讲 巴菲特所持有基金 已经开始砍了 很多内行的人已经在砍苹果了 了解吗 你就买啊 没关系啊 反正美国的产户也是什么 买这里买这里的 主力作手一定是买这里买这里 商户一定是买这里买这里买这里 那我问各位 这里作手会不会买 不会 会不会卖 铁定会 就跟3105 作手会不会在这里买 不会 这里一定发布率都让你套 这里跌下来 昨天一根黑K 那你看不好 看到今天盘中做破线 有没有 我不是跟各位讲过吗 你学传统技术分析 这一根叫破线 这个点 302 是破这个点303 这个点 来 我说今天额传统技术 你学传统技术分析 你学传统技术分析 这点是不是破这个点 这叫破线 破线对不对 今天一开盘来到 最低来到302都砍在这里 因为破303 破了以后就拉伸上来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空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空 为什么不在这里补 为什么不在这里空 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才卖掉 还想要减防空 我来说你一听有没有 4943 这里能不能空 这里能不能空 今天来到这里 这里是不是又 这里破线破线 昨天破线 今天跳空下开 这边跳空下开 所有投资本在干什么 你看好吗 这里要不要补 空空这里 我空两笔这里补 我今天补在这里 我没有在事后讲的 我都按照我的技术线 所以你在做了 了解吗 那谈生上来 我高档要空 谈生上来哪里应该要空 你会算吗 不要当散户 所以我跟各位讲 直接跟各位讲 反正在台湾你想要低买 想要学习四千预算的技术 你就来找我 今天入会 那我们从12月15号开始起算 而且给各位一个很大的优惠价格 几乎是青菜算 青菜省 随便 反正我随便算 我跟你讲 我想要收会员打开大门 让投资朋友进来就是在救各位 在救各位 我已经预告给各位了 那我降低门槛 你进来我会保护你 我会让你在相对高档 谈生上来是在相对高档卖掉 然后减犯空 反正还没跌 你也是看看戏而已 没关系 反正钱是你的我无所谓 但是请各位注意 很多人会来找我 因为郭先生都事先做预告 我都有讲 什么价位我都有讲 长期看我电视节目不知道 都知道我不是在鬼扯淡的 你看一般的投顾老师 直接跟你讲 100个99个全部都骗你的 信不信那是你家的事 想要学四线预算技术来找我 想要低买高买来找我 想要成为高手来找我 你有到资金了 想要在股市里面 长长久久存活下去 而可以直接赚钱来找我 散户不要来 我不收赏户的 我的个性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个赏户 听郭先生讲有理 我看他节目还蛮久了 你想要参加 那就是代表你觉悟的欢迎 其他的 赏户看到我就是 我在高档放空 你一般的赏户刚好有买 看到我就直接转台 我正在买多 这郭先生都空军召集令 这不是我的时代 请各位注意 现在实在高档 我已经算出来了 我有事后讲 也告诉你 苹果股价 也告诉你 Nexter 道琼 也告诉你 台积电 也告诉你结构 也告诉你你怎么算的 也告诉你 1068几 66几 68几 完了 你又不听啊 那没差 你如果有在听 你就来找我 你如果走开 没在听 我就算了 好 注意广告之中 时代电话 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把你信念成为高手 你未来可以低买高卖 你在股市里面 可以长久存活 安全全的过下去 还可以赚钱 不来找我的 自己看着办 一点点费用而已 我降低很大的名坎 门坎我降得很低 注意广告中 时代电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 短天期的会员 从12月15号开始起算会期 还有将近一个月时间 那今天大优待 只要25000块 那你手头上要多单 我会帮你卖在相对高档 然后先放空 越快来找我越好 你的输赢应该不止25000 这就好像是你的股票鞋 你未来可以学得到技术 请播 023898689 023898689 起发头顾 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 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23898689 起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起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起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有平盖股的 有高价股的 有细晶圆的 有手机零组件 你持有多单了 赶快来找我 我善尽告知的义务 你来找我 我会让你卖在相对高档 兼放空 不要说以后叠下去 我们也预告给各位 后选你看电视 不用参加 我就照你这样子卖就好了 那也是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善尽告知的义务 也是OK的 现在相对高档还是低档 主力作手这里会用力买吗 外资今天卖超98亿 好啦 探钱的乌基础的 想要变高手的 想要办法在高档的 想要放空来找我 就这么简单 注意广告中时代电话 给各位很大的优待 祝各位明天操板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